学姐,你有没有在浏览社群媒体或网络新闻时 看到一些难以判断真伪的讯息而感到困惑的经验? 当然有,就像最近我家人在LINE群组中看到 有人在转传从军公教身上借钱还外债18%的由来这种相关讯息 然后就问我说这则报道是真的吗? 结果我上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一查,根本就是假讯息 对啊,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现在大家打开手机浏览社群网络,不难发现 不论是新闻或社群平台的影音 都隐藏了许多真假难辨的争议资讯 及大量似是而非的论点 没有错,这些就是有心人士借由网络渗透 舆论操弄的手段,以不时的讯息来混淆视听 试图影响受众对某些事情的认知 企图瓦解他们的意志与认同 所以提升整体媒体试读能力与素养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了 专家学者来为大家说说媒体试读与民主任性的重要性 就是要帮助大家能更好地面对媒体资讯的挑战 并坚定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与民主自由 各位国军官兵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防大学傅文成 那这次国防部特别策划媒体试读一系列的节目 要跟大家做介绍 以前在我小时候都只有看三台 就只有看报纸来当媒体 可是现在多数的官兵朋友们 可能都是透过社群媒体 或者是网路来得到新的资讯 那在资讯爆炸 这么多资讯的状况下 媒体的选择里面报道的东西是真是假 对你的影响有多重要 我觉得是这一次策划媒体试读系列节目 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今天是第一期的播出 我们特别请到政治大学国发所的代理所长 黄兆宁老师来特别跟大家聊聊 这个很重要的话题 兆宁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媒体试读 现在我们觉得它更重要 媒体试读这个概念 大家也都已经朗朗上口 可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我想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 当代的民主社会里面 民主社会的健全的良善的运作 是需要媒体试读作为一个基础的 为什么 它的健全跟良善 为什么需要媒体试读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 对威权跟民主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最终的 这个最高权力是掌握在谁的手上 那民主当然就是全体人民一起来决定事情 透过选举 透过公民投票 透过各种这个由下而上的方式 来做各种决策 那我们决策当然都需要取得公正的多元的资讯 那我们也需要有民主沟通的一些平台 这些都是媒体的角色 媒体应该扮演好这些角色 就是说提供公正的资讯 多元的资讯给我们的民众 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网路大家都自媒体 对不对 我也可以拍个YouTube自己上传网路 那不一定是所有媒体 他都有这样的专业的审查过程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媒体试读比以前更困难 科技越来越发达 媒体的种类类型也越来越多 媒体是镶嵌在一个内外的政商的结构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媒体的背后 可能是政府 可能是政党 那他也可能是财团大的资本家 在现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头 甚至可能是一个境外的势力 像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崛起 他的威权政府 可能透过一些经济的管道 商业的管道 他把手伸到这个 我们当地的媒体里面去 所以这背后的引誤者是谁 就变成媒体试读 相当关键的其中一个步骤 我follow你这个刚才的话题 因为最近有国际上很多冲突 比如说乌尔战争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发现 有一个概念跟媒体试读 是连在一起 叫做民主任性 民主任性这个事情 大概就是说 如果国家发生紧急状况 或危难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去支持我们的国家 度过这样的难关 在你的观点里面 那个媒体试读好跟不好 那跟我们的社会 跟我们国家 有没有民主任性有什么关系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说媒体试读 跟民主任性是很有关系 民主任性这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全球地缘政治的脉络里头 来去解读 比如说以前我们 从来不会去讲民主任性 在1990年代 2000年代的时候 大家觉得民主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冷战胜负结果揭晓 苏联垮台了 美国作为一个代表 西方资本主义的阵营 一个民主的阵营 他赢了 那个时候大家很乐观 觉得说 大家都是民主国家 殊不知事情没那么简单 没错 结果中国大陆变成一个例外 所以以前我们不讨论民主任性 讨论什么威权任性 那时候就觉得 中国大陆变成一个例外 在1990年代 2000年代的时候 他不需要民主化 可是他经济发展起来 到今天我们面临到的是一个 全球的地缘政治结构的 权力的肖长 我们很简化的来讲 其实他这个就是 民主跟威权之间在竞争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政治制度 有他的经济制度 有他的生产方式 那可是他们真正在竞争的 其实变成是一种 他的意识形态 那所以在以往 民主比较占上风 所以讨论的是威权任性 现在看起来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权力上的威权国家 开始崛起了 然后他甚至威胁到 现状之下的国际秩序 这些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 这个国际秩序 那照你这样说的话 因为我们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 以往的我们在很多国际会议面 大家都说 你要小心这个中共 他老是用一些 像是做假讯息 做假新闻这种 侵害台湾的这个言论自由 或者是侵害台湾的这个民意 所以对将来说 那我们有哪些挑战呢 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我想这个的确有很大一部分的挑战 是来自于对岸 那这我觉得可以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资金的影响 就是说它会影响到媒体 资金怎么影响到媒体 对资金对资金就是说 他有些媒体被收买 可能透过所有权市场 广告市场或者是发行市场 他来收买这个媒体 最近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 所谓的媒体腐化的指标 这个台湾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相对于一些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 媒体腐化 对他的意思就是媒体被收买 媒体本来是要公正的传达一些资讯 可是他会因为收了钱 然后他就自我审查 或者是说他收了钱 他就去做一些置入行销 或者是说甚至去传一些假讯息 资讯操作等等 所以如果他置入的是商品 那也就算了 可是他置入的这个商品 就变成是他别有目的的一种操作 变成政治宣传 变成政治宣传 讲好中共的故事 讲好中国大陆的故事 讲观众们就是一时不察 他觉得哇这就是媒体一个 反正很好看 然后配上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 是不是相信的 那这个对我们的挑战是蛮大的 真的 我们台湾的网路是自由的环境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被收买的媒体 所以来自对岸的一些资讯 他可能呢 就会这样子渗透进入台湾来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 这些资讯本身 他也有一个偏差动员的效果 他可以让接收到资讯的人 他不自主的 不管喜欢他这个资讯 还是不喜欢这个资讯 他会去传播他 这个叫偏差动员 对 在政治学里头是这样讲 所以他其实讲的是一个 很直白的现象 就是说大家情绪被 开心的 生气的 愤怒的 我就转传 对 或者意识形态被刺激到的 他都喜欢去传这些假讯息 或偏差资讯 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 当大家情绪都起来之后 没有理智了 那这个一个好的公共政策 是不是就没有讨论的空间 没错 所以这边其实就连结到的是 民主的韧性 民主能不能够一个健全的 良善的运作下去 本来民主是要做什么 一个政治过程里头 从大家对立冲突 到慢慢的沟通 找到共识 可是因为大家 这个资讯操作之下 它其实变成是 所谓的政治极化 就是说会对立 对立 当然这是本来就存在的 这个社会矛盾 也是民主一个多元差异的展现 可是他会去强化它 让整个政治的过程 它就不是从一个冲突到共识的过程 持续的在对立 就冲突到冲突到更大的冲突 到一个没有办法沟通的冲突 你今天试想 我们台湾社会为了某一个议题 然后每个人都有立场 然后没有办法理性讨论 那民主的基础 就好像没有那么巩固了嘛 而且除了政治极化之外 另外一个面向是说 一般的民众 他接收到假讯息 或一些阴谋论偏差的资讯 他会更倾向的 不去信任我们的民主制度 我有做过一些研究 所以大致上的研究结果 白话文来讲 就是说倾向相信假新闻的人 他就比较不会同意说 这个民主永远是最好的制度 他对我们民主的信心会下降 我在同一个研究里头 也同样发现 就是说会去相信这些假讯息 或者是这些阴谋论 例如说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有没有就会有人讲说 俄乌战争是这个乌克兰挑衅所引起的 这算是一个偏差 责任把他归咎到乌克兰 真的真的 那会相信 倾向相信这样的一群人 他相对于不相信 这个资讯的一群人 他有他的政治态度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降低了他对民主的信任 再来是他也会降低他对一些国防政策的信任 是 一些两岸政策跟外交政策 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国军最近很重视的叫认知作战 因为像你刚刚讲 威权国家或境外势力 他花了钱拥有了媒体或花了钱买了政治宣传的广告 然后创造一些偏差的印象 错误的印象 官兵们可能就就一时不察一下 反正就是闲暇时间滑滑手机就看到 然后也就相信的 所以前一阵子在这个中共有句话 买台湾比打台湾便宜 我想这是一个 这个呼应你刚刚讲的说法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有三方面 一个是总体的层面来讲 我们应该要先有一个媒体试读的提出工程 确保有一个多元的媒体环境 多元的媒体环境 对 有一个替代性的资讯来源 而不是说整个社会都充斥着 这种被影响被收买被操纵的 这些问题资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要去强化我们的工广集团 要去讲补助我们一些优质的商业媒体 公民媒体 政府可以在工广集团这边 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让它的财务自主性跟编辑自主性提高 那我们至少可以确保我们整个台湾的媒体环境 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声音 大家都各有这个讯息的偏好 然后我喜欢抖音 你喜欢YT 然后他喜欢脸书 对 那这个过程之下 是不是你讲工广集团的责任 大概就是 是不是提供给社会大众国军官兵们 一个很可靠跟有效的消息来源 至少在这上面看得到的东西 不会是错的 是 我想理想上是这个样子 这涉及到我想要谈的第二个层面 怎么样去做媒体试读 两个习惯很重要 一个是查证的习惯 查证其实大家都会 只是这个能力我不担心 可是习惯没有 例如说我们买牛奶 一定会去怎么样 看它的制造日期 跟有没有过期 甚至看它有没有安全的 食品安全的认证 那我们这个看 读新闻 看新闻 也要去查证 这个习惯要养成 那另外一个习惯是什么 不要偏食 我觉得这很重要 例如说我们吃东西会讲求什么 营养要均衡 要多方的摄取 那一样我们接收资讯也是要多元 对 我们台湾本来就会是一个 多元的资讯环境 可是呢 怕就怕什么 民众自己选择 只接受单一的资讯来源 例如说所谓的抖音 一想父母摆养 这很可怕 我蛮常听到的 对 抖音想父母摆养 那种情况就是说 明明有别的资讯来源 可是一整天都在划抖音 对 那就变成说 好像这个 我们的小朋友 或是年轻人 他就活在跟这个 这个类似中国大陆的 小朋友一样的世界 那这样的一言堂 跟这个可能的洗脑的 潜在的威胁就会存在 所以不要偏食 变成会是另外一个 媒体师傅的重要的习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的发展 像抖音 短影音这些媒体内容 你都发现 他们都很杀时间 很杀时间 就是一个30秒 20秒 好像就可以 这个 让自己很开心一下 不过各位官兵 弟兄们大家好 那个抖音的问题 我们将来做 专门做一题 来跟大家说明 对 那黄老师 他们第三点 刚想有三个点 没错 第三点其实也相关 就是说除了媒体试读之外 我觉得这里头蛮重要的是 中国大陆的试读 这个很少听到 国际的试读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媒体 它是镶嵌在两岸的 政治经济的环境里面 一个全球的政治经济的环境里面 让民众 国君弟兄 可以更认识中国大陆 或更认识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 是怎么样的运作 可以去避免一些假讯息或阴谋论 例如说疑美论 它的影响 说起这个讯息的杂实 或者是要更有国际观 这其实是国内媒体环境 一直满欠缺的 也是一个大挑战 一节新闻五十分钟 那个国际新闻的比例很低 你没有什么建议 我想现在公广集团应该都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对那除此之外 我们有一些公民媒体跟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 对那他们例如说这个报导者 报导者 或者是每一年都有一个卓越新闻的一个奖项 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说这些获奖的优质的名单 里面应该都蛮多就是说他来补充 这个我们所欠缺的这些资讯来源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官兵弟兄们 平常因为休息时间很短暂 他就喜欢看一些很漂亮的影音的内容 然后我跟您说 他可能压根也没有想过他是真的假的 对国军官兵来说 相较于对一般社会大众 我们更需要一个好的媒体试读的能力 就是我们在这个战事的第一线 所以各位官兵朋友 我们这一集讨论的 为什么媒体试读重要 然后为什么国军官兵媒体试读 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中华民国的社会稳定 在下一集我们就会讲讲 刚才承诺大家的 我们讲抖音小红书 到底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 怎么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稳定 那再次谢谢黄老师来跟大家聊聊 那我们下次再见